它是也可以手提跟兼杯 而且它是小包 但是它容量其實很夠 你看它側邊的厚度 這麼厚 所以它其實蠻能裝的 然後它是這個 你看它前面是磁扣的設計 就這樣 吸吸就好了 然後它裡面 給我們看一下裡面 裡面的話它其實蠻寬的 它可以放手機 長家可以嗎 長家可以磨的 短家可以 手機可以 然後還有一些空間可以放鑰匙 然後 卡片也可以 磨的長家會磨的 噢 放得下耶 是放得下 但是你最好是放薄一點的長家 這邊有一個夾層 就可以放一些卡 或什麼的 所以這個對外出要帶小包的人來說 其實真的蠻方便 然後你看它上面有一些 車紋 然後這邊 扣子也超精緻的 它這種五金 我們家的包包五金 都不是那種 就是很爛的那種 它是有質量的 聽它說有質量的五金 然後它這邊也是 可以把它這個把捲來 我覺得奶茶是很實用 好可愛喔 它這樣搭也太可愛了 對啊 好Q喔 然後你就可以變短的 等一下喔 直接換一個新包包 換新包包吧 就有點象徵很大 我覺得 欸這一次這樣配滿可愛的 滿可愛的 好搭喔 百搭 你不要覺得怕紅色不好搭 紅色其實配牛仔系列的東西 都很好看 我發現來個子可以耶 真的喔 對啊 喔真的耶 其實它這裡有一個 那你是不是要換成這種 欸好好看喔 對不對 很搭 這種就是比較 比較帥 嗯 比較帥 對啊比較帥啊 就是很時髦的感覺 對啊 它如果是這種 嗯 細的背帶 比較秀氣 比較氣質 嗯 比較像書身 但是你現在如果換這個短背帶的話 就會有不一樣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你們一定要加購背帶 因為很多雕小的女生